作为日本人的社群新宠,TikTok成为让越来越多的人成名的新捷径 今天介绍的这位就是个小有名气的网红 他是M社的三奇奈赖,是一名现役的大学生,正在学习心理学 他性格增强好胜,从小学习古典芭蕾和钢琴 因此整体气质不错 业余爱好是看动漫 三奇奈赖的TikTok目前接近有6万人的追踪 来到M社的理由是他想通过表演增加TikTok的追踪文数 而且他对于以坦诚的方式完成作品,没有抵触的情绪 也不介意被认识的同学和朋友看到 从上小学开始,三奇奈赖就和男生待在一起 国中时很受周围男生的欢迎 高二的时候与大一岁的学长交往 在交往一年多以后,为了建立更加深厚的关系 一次父母不在家,他邀请学长来到家里 但是最后并没有很舒服 三奇奈赖的初吻是在小学五年级 是在补习班认识的一个男生 在上大学的时候再次遇到了他 于是重新走在一起 也是因为这一次的相遇让他对爱情产生好感 然而好景不长 六个月后,男友外遇被发现 于是分手了 三奇奈赖给人一种青春无敌的感觉 就像春天里绽放的花朵 清新又充满活力 他的笑容纯真而又光彩照文 黯然不禁为之一亮 每一次微笑 他的脸庞都犹如加了一层光晕 还有吹唐可破的好皮肤 不仅凸显了他的青春可爱 更黯然感受到了年轻的美好 在三奇奈赖出现后 他的身份也被破解 原来在座风俗 这在业界是很常见的情况 而在发了三部作品后 他就消失了 还好四个月后就回来了 应该是花时间谈判延长合约了 三奇奈赖条件不错 而且把兼职学到的技巧 灵活运用到作品中 作品的可看性也倍增了 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他的好 大家觉得三奇奈赖怎么样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讨论 另外也不要忘记点赞分享 以及订阅本频道 下次再见